大家好,现在中国大陆是严打,文艺界 以前是民不聊生,现在是义不聊生 严惩天价偏酬,就是阴阳合同 严惩逃税漏税,对劣迹一人的零容忍 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正爽因为偷税 然后被上海税务局罚了,连搅带罚 一共是2.99亿,将近3亿 那么现在就是,郑爽他就是说 担任是7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除了他有担任一家,就是有限公司 他是一家有限公司以外 剩下6家都是工作室性质 但是这其中4家的工作室就是已经被注销了 那么今年到9月12号为止 就是说大陆时间9月12号为止 就现在已经被注销了 就是说,或者一人他自己主动注销 他一人的工作室已经超过700下 6月份,光6月份一个月就是注销超过100下 这里面有谁呢?有邓超啊 就是说文章啊,赵本山啊 还有沈腾啊 这些都注销了,林心如那不也注销他那工作室啊 那么这个,一人的工作室 他们就是说为什么要成立这工作室啊 我们先说就是说从 他就是说这工作室呢 就从地域的分布来看 就是浙江省是第一个一人经济 这工作室第一大省啊 他占了就是说数量占全国的28%啊 那么从行业分类来看 就是超过六成的一人啊 经济相关企业文化分布在文化 呃,体育还有娱乐业啊 也有部分企事业从事租赁还有商业服务 那么这个,大家就问 就是说为什么他明心他成立这工作室 他不成立公司呢 啊,我跟你讲 其实主要就是跟缴这个税有关系 一人注册的个人工作室 属于就是个人独资企业啊 根据相关这法规呢 就是工作室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你要成立公司 你就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啊 你如果要是说这个工作室 就是属于个人独资企业 这个税率是不一样的 呃,就是核定征收税率 就是对于个人工作室 也就是个人独资企业相对较低 相比于就是你这个就是企业所得税来讲啊 呃,一些就是较高的一人啊 他还会成立就是什么 他是很多的工作室啊 每家工作室这人员就是不多 但是呢,同一个人 你比如说郑爽 他成立就是多家工作室 这就是他可以分别纳税啊 他用不到就是合并缴税 这样呢 他又再次就是节省了这个税款 郑爽他这次被罚 就是因为他一个就是说偷税漏税啊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 他就因为就是用这个工作室 他就是说啊 所谓的节省了很多很多税款吧 实际上来讲 实际上来讲就是说因为你偷税漏税啊 然后就是连罚就是在缴啊 所以他罚了这2.99亿啊 我相信其他那些明星 他们就是也这么干过 只不过就是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被查到而已 税率呢是跟那个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相对较低的啊 那么这个有的从业者就他里面爆料 他说艺人在进行这演艺活动当中呢 他如果要是通过经纪公司 以发工资的形式 或者以个人名义就是接系啊 获得这个就是劳务酬劳啊 根据现在就是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就是税率 就是预扣这个税率这个表来算啊 居民个人工资累计预扣预缴 赢得所得税啊就是所得额超过96万的时候 预扣率是45% 如果要走劳务报酬超过5万的就是部分预扣率 则为4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明星这个报酬是相对较高的啊 这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你这些明星他没演一部戏 或者没演一个一部电影 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些天价 这动辄就是上百万几百万 要不然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对不对 那么他们现在等于就是一半的工资 就是一半的他们这些收入都得用来缴税 但你又要如果要设立这工作室就不一样 如果要通过工作室付这个报酬 不仅税率有所降低 就是他也不会就是以演员个人收入进行计算 而是变相的就是说他用这工作室啊 就是相应的经营所得 因为你的工作室属于个人企业 你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你还有这个房租 你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其他产生的费用 所以你如果这样你一减一扣 一减一扣这样下来 你报的那个税当然就少了 你就不你就不是按你的工资啊 或者你按你的劳务费来计算这个税率 大家明白这意思了啊 所以呢 变相的应得啊 这等于是变相的就是应得呢 本来是你个人劳务个人工资啊 这个应得现在变成什么 是你个人就是个人企业啊 就是变成这个收入 而不是说什么工资收入或者劳务收入 你再加上很多很多地区 他为了吸引这个企业入住呢 他会提供一些就是税率相关的政策 大家也知道前一段很多这个明星 他都不是在在这个厄尔多斯 那不是注册什么工作室还有公司吗 他们到那边去干嘛呢 他们到那边去不就是为了当地 就是给这个工作室 他提供了很多就是税税务上的优惠吗 你认为那个地方好吗 当然不是 到那个地方他去注册 那不就是为了为了减税 就是降低税率啊 就是就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你像俄尔多斯 他就是什么为这个降低税率 或者奖励形式将部分就纳税 他还有返还啊 所以所以呢 使就是纳税的额度的较低 就是你上完税之后 当地企业呢 他为了为了鼓励这些明星或者企业就是在就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你上了税之后 然后我这个税呢 然后我再退给你 所以这里就之所以为什么很多明星呢 他跑到鄂尔多斯那边去 然后他去注册这个企业 注册这个工作室 目的为什么 就是为了减税 降税啊 那么现在注册这个工作室 就是说注销这个工作室 那么就是这些艺人 他就是如果一旦发生逃税 会不会就是有这个法律 负这个法律责任啊 能不能逃逃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这基本上来来讲的话啊 它分两部分 偷税漏税 为例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单位 你成立公司 对吧 你如果要是以公司的形式 你偷税漏税 只要是单位 确实构就是构成这个逃税罪的啊 无论你这个公司啊 有什么影视有限公司 无论你单位倒是还在 或者是已经注销了 都会追究相关人员的 就是刑事责任 都会追究你这个公司的法人责任啊 那么如果一人成立的工作室 还有关联公司啊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个人所得 所得税的话 那税务机关呢 他现在处罚对象 则是个人 而不是工作室 或者是关联公司啊 你就即使注销了这个工作室 也不影响对你个人的追责 如果你有逃税 偷税漏税的行为的话 但是呢 工作室注销 他会增加就这税务机关调查事实的这个难度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再有一个就是你偷税漏税 他要看还看你就是你到底是刻意偷税漏税 还是说就是无意 是不知道这个税法 或不了解这些税法 就是他还要看你就是有意无意 故意怎么样 这个就是之所以 为什么很多艺人 他成立的工作室 而不是成立的公司 大家明白了吧 好 好这段先倒着